永淮的823战役 民国47年8月23日下午6时30分 共军集中各型火炮340余门 对金门地区重要军事设施疯狂烂射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823战役 在44天的战斗中 中共虽向我军发射47万余发炮弹 但我陆军官兵不时与敌反炮击 而我海空军进而与共军发生四次海战 及十二次空战 皆获至辉煌战果 整个战役期间 我三军不论是反炮击作战 海空军的激烈战斗 强谈运补或通信维修等 皆充分发挥誓死如归的奋战精神 尤其海军官兵先后执行闪电 红运 轰雷等运补计划 以及空军弟兄先后实施中平计划 中平计划第二号 及神鹰计划 不分昼夜执行空投任务 成功将各项军需物资 及美元8寸自走榴弹炮 运抵金门增援 不仅解决金门前线运捕之困境 更为反炮战的胜利奠定坚固的基础 823战役不仅攸关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 更是日后我国得以繁荣发展的重大分水岭 因此 国人需深切体认 今日台湾繁荣景象 乃当年前线军民同胞 抛头颅 撒热血 用生命所换取 古有云 天下虽安 望战必为 蔡总统英文女士 亦在汉光演习时提醒国人 其中孕意 国人同胞当身自警惕 期盼全体国人牢记此战役之血泪教训 珍惜和平的可贵 共同爱护这块土地 方能在安定的环境中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未来自由 未来有人会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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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